本周六晚上又有一档综艺节目要播出了 这就是灌篮作为一档青春篮球竞技原创节目 导演做邀请来了周杰伦 李一峰 林书豪 郭艾伦四位担任领队在开播之前 最近节目组给四位领队组织了一次聚餐 这也是四人首次聚在一起吃饭 毫无疑问 作为聚餐的首选当然是一年四季 万能的火锅啊火锅啊 对于四川的李一峰来说再喜欢不过了 在周杰伦和林书豪两人落座之前就已经按捺不住了激动的心 首先利落的把筷子拿出来了 典型的活桌吃货一枚大型现场 在周杰伦问到这里边谁吃的火锅最多的时候 李一峰谈廉称应该是自己 因为自己是四川人 可以说是四个人中最能吃辣的人了 周杰伦自豪以前自己健身的时候的食谱就是吃火锅 就是清水涮鸡胸肉和牛肉 而且还不能蘸酱吃 并且还自我调侃补充 说道现在不健身的在吃火锅前 李一峰还现场为其他三位小伙伴普及 那一下吃火锅的小技巧 辣锅底的火锅一定要先放豆芽 这样越煮就会越香 而且还要用鸭肠额肠的 最重要的是自己喜欢的午餐肉紧接着 李一峰加起金针菇 并且问道 你们知道这个英文名叫做什么 周杰伦一边喝水 一边好奇的看向李一峰 没想到李一峰回答到 I am tomorrow 哈哈 对于李一峰这个很有画面感的答案 正在喝水的周杰伦也是措手不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一峰 字幕志愿者 李一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